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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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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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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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碰到我 你也别碰到我 你别碰到我 你也别碰到我 你先不要碰到我 说实话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人去闯红灯 有人去这个围法停车 但是 大部分的司机面对彭警官的处罚和教育的时候 往往都是能够屈心接受的 可是这位司机如此之脾气火爆到底什么原因呢 难道说您开一豪车脾气就能比别人火爆点 难道说您开一豪车就能比别人有点特权 我告诉你 不可能有 交通违了法 必须接受处罚 那这个事情到底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结果又将如何呢 彭警官拦下了一位开着兰波基尼的车主 因为闯红灯 因为违法停车将会对他进行处罚 可是没想到这位司机情绪非常非常的激动 面对彭警官的处罚和教育非常的抵触 甚至扬言说要扒了彭警官的警服 哎呀 那接下来这个事情会如何发展 彭警官又将如何面对和应对呢 咱们接下来看 等大家冷静了之后 蓝波基尼的驾驶员悄悄的跟庞色说出了事情 前面之所以会这么激动 其实呢 是因为 下次我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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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说了半天 原来是因为自己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都没有带 所以才会这么紧张 哎 我说大哥 本来事情很简单 结果 这东一拉西一扯 反而搞得如此之复杂 回头想想 也正是罪了 哈哈哈哈 车牌让我看一下 好吧 您牌那上面有的 这房车牌照样 这个你直接没照样 还没寄过来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二手车刚刚买 刚刚收过来的 刚刚收过来的 嗯 转过来的 对 我坐汽车的 好 谢谢